众所周知,除了意大利语,意大利境内还有许许多多的方言,它们没有取得语言的地位,但随处都可以听到。 我们可以把意大利的方言粗略地分为两大类,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 学界也有三类的分类方法,增添中部方言这一类。 在两类分法中,中部方言则被归为了南方方言。 之所以可以把方言分成两大类,是因为这两大类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同。 区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它们中间划分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拉斯贝奇亚到利米尼。 在这条线北方的方言一般来说都会受到西欧语言的影响,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法语等等。 学过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同学都知道,这些语言中是没有双辅音的。 同样,北方方言中也没有双辅音,同时还会失去一些原音和辅音。 反之,南方方言则保存了双辅音。 萨丁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和其他所有的方言都有较大的区别,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它甚至保留了众多拉丁语的特点。 方言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两大类,一方面是语音上的区别,一方面是词汇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每一种方言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其他方言所不具备的音,同样也有一些其他方言系统所不具备的单词。 当然,不同的方言在形态学和句法上也会存在区别,连意大利人自己都无法听懂。 例如,南部方言中的西西里方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西里的电影都需要配有字幕和标准意大利的翻译,意大利人才能看懂。 有时,意大利的方言甚至会超越意大利的边界,例如在瑞士和摩纳哥,也可以听到曾经被高卢人居住过的意大利西北部所使用的方言。 这些方言有时候也被学者们称为高卢意大利方言。 在伊斯特里亚半岛上,能听到威尼托方言。 这片区域现在属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一部分。 除了意大利的官方语言意大利语以外,还有一些语言也在意大利有所使用。 除了可以被分为北部撒丁语和南部撒丁语的撒丁语以外, 另一个在意大利境内被使用的语言是拉蒂诺语。 使用者主要分布在特伦托和贝鲁诺等地。 瓦莱达奥斯塔大区则有部分居民使用法语。 托伦蒂诺上阿迪捷大区有些人使用德语。 皮埃蒙特大区则有一些人还在使用普罗旺斯语。 东北部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部分,也有一部分人使用斯洛文尼亚语。 在意大利南部,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希腊语。 这是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阿尔巴尼亚移民,曾经也是希腊的殖民地。 意大利境内语言和方言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了意大利领土、狭长、多山的特点,更反映了这里的历史。